你好 大家好 我是周嘉莉Rachel 今天看到我當然是帶大家看樓樓 但又怎止我一個呢 當然還有專家Steven Hello 大家好 Steven 今天帶我來到小南有甚麼特別 今天帶你去看一個樓樓叫半海 非常之尊貴的樓盤 只有八間獨立屋 每一間獨立屋有自己的私人泳池 私人花園 還有升降機 獨立屋有電梯 我真的未參觀過 那不要說那麼多 快進去看 進來飯廳這個位置 都很特別 我未見過有人會在飯廳裝一個這樣的廚具設計 是呀 因為發展商就將中柱和西柱分開 我們現在就是西式廚房的位置 就放在一個飯廳那裏 讓住客可以一路煮飯 一路跟朋友聊天 甚至如果多些人在這裏 就請廚師回來煮給你吃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這裏都可以叫做一個社交地區 而後面這一個廚房就是放回家住 可能自己平日常生活 煮下午晚餐 是呀 沒錯 這裏不用你介紹 因為我都學會了 可以說得很專業的了 就是發展商採用了一個高樓底的設計 不過到底這裏有多高呀 這裏的樓底有4.2米高 所以就給人一種很有氣派的感覺 但除了這間屋裡面漂亮之外 外面有更漂亮的東西 我帶你去看一下 好呀 乾杯 對呀 剛剛坐下來看到你剛才的介紹 這裏一共有8個單位 應該大部份都看到海景 沒錯 大部份都看到海 還有我發現你說有些特別的地方 但我真的看不到甚麼特別 到底是甚麼呢 是呀 乾杯你可以看一下那一邊 這裏半海每一間屋車父都配兩個車位 但在那邊的停車場 亦都在額外配多5個車位給屋主 那真是一間屋一個屋主可以有7個車位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停車庫的兩個室內車位 當然是拍超級跑車 那額外外配的5個車位 可以給司機和來到的訪客用都可以 是啊 除了車位之外 你可以再看一下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都只是給半海的業主 或者住戶去用 咦 連公園都屬於私人地方 那半海的私隱度都真的很高 沒錯 好啊 那Ground 4我們看完了 不如上二樓看看房間吧 好啊 嘉莉呀 我們現在呢 上到一樓這個位置呢 是一個家庭廳來的 那家庭廳這一層呢 我想問有多少個客房呢 這一層呢 總共有兩個客房 那我現在帶你去看第一個先 好啊 好啊 嗯 客房來說呢 這裡的設備都很齊全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電視機 不過後面那個是什麼來的 嗯 這是一個很大的平台來的 我帶你去看一下 好啊 走到來走路的位置呢 很特別啊 為什麼有個巴桌在這裡呢 是啊 發展商很細心啊 他在這裡做了個巴桌呢 就方便主人呢 就在家庭廳那裡招呼朋友的 嗯 這樣也挺好啊 我們還有一間房 我們來看看吧 好啊 哼 這次不用介紹了 這裡又有衣務間 又有套廁 有偏廳 有大電視 還有個無敵大海景 Steven 這個一定是主人套房 加利 你這次猜錯了 這裡都只是一個客套房來的 蛤 客房都這麼大 是啊 真正的主人房更大 我帶你上去看一下 好啊 誒 來到這一層呢 竟然還有一個酒櫃在這裡 當然啦 來到主人房樓 主人當然要享受生活啦 嗯 這樣也對啊 不過我發現 這個應該真的是主人套房了吧 是啊 這次是啦 是 走吧 好啊 加利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套房了 是啊 主人房的露台也特別大 不過如果我是主人家 我就會在露台那裡放一些桌椅 因為晚上的時候 可以和你一邊一邊看看星星 喝一下酒 聊一下心事 看著這麼漂亮的海景 你說多溫馨啊 是啊 是啊 主人套房的衣帽間 真的特別大 是啊 主人房套次都很大的 嗯 加利 你試試開一下這個雪櫃 開雪櫃? 這個是一個化妝品雪櫃 那發展商都真的很貼心 因為女士們很多護膚品都很貴的 有個雪櫃在洗手間 真的很貼心啊 還有這麼大的浴缸呢 是啊 這個浴缸 兩公婆下去浸都足夠的 我發現天台有些煮食用具 其實屋主可以邀請朋友來到BBQ都可以 是啊 除了BBQ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十米長的泳池 而尺尾還要有玻璃 可以一邊游泳一邊望海 嗯 還有今天都帶我參觀了這麼久 我發現有獨立電梯 又有泳池的話 都近年比較少見 是啊 以新的房子來說 有這樣的配套是真的非常之罕見的 好 你帶我看完整棟獨立屋 不過有些資料你應該要跟觀眾說 是啊 半海這個屋苑 位於程黎路的9號 全條路都只有這一個私人屋苑 所以私人度非常之高 我們今天看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3348呎 花園就383呎 而天台就640呎 價格是四房三鋪 連工人套房 連兩個地庫車位 嘩 這裏私人度都真的很高 所以喜歡這類型屋苑 就可以來參觀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聯絡Steven